成功是來自其他人放手的時候 自己仍然堅持到底 我是黃正怡 阿正 我是一個電台主持 其實在我小時候想做DJ 那時候還未算是一個很冷門的職業 因為去到自己年紀慢慢漸獎 去到中七畢業 甚至選科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 其實都很難進入電台這一行 但可能我個人是比較小小固執 又有些情義結 對於電台這件事 所以其實就從那時候開始到後來畢業 都沒有轉過夢想 就是一直都很想做電台DJ 但如果你說一牽涉到錢人的問題 那家人當然會有少少微言 我爸媽都會覺得 你應該選一些比較高薪金 或是沒那麼辛苦的工作 例如政府工作 他們會覺得安心一點 這麼努力讀完書之後 但到最後竟然是找一份 人工這麼低的工作 他們都 初初是有少少反對 也不知道為何會有這樣的選擇 但反而到最後他們都其實挺支持我 父母都是這樣 一開始說不支持不支持 但到最後其實都會默默地支持 我加入商台做DJ條路是不簡單的 第一間做的電台就是DBC數碼電台 那時是剛剛在大學畢業 非常新鮮地進去電台做PA 之後亦有機會開麥克風 在實現到夢想的這一刻 就突然之間又消失了 因為我做了一年多 一年半左右 DBC數碼電台就宣佈結業 我突然之間就沒了一份我最想做的工作 但也沒辦法 人都要向前望 所以我就有繼續去做其他的工作 就是收拾了一粒之後 我又去做了製作家的一些製作家 我亦都有那時回到一些咖啡店做兼職 一個禮拜就可能回到一兩天 總之剛剛好維持到生計 又有時間去做創作 困難這件事 其實永遠都比辦法多 當你以為情緒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挑戰之後 一些更加實際的東西就是窮 都會纏繞著你而沒有離開過 有時候都會想 為何自己會做 好像讀了那麼多年書 那麼努力學習 但到最後竟然是要生活得那麼結局 所以那時候都挺大的打擊 除了在淺恩上的打擊之外 對自己的自信也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你會開始懷疑 其實我合不合做這一行 其實我是否選擇了一個錯的選擇 所以窮也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經常都會提到就是我爸爸的個案 就是我那時跟他說 我準備要入商台做DJ 但是薪金就不一樣的 所以我最多做到27歲就算了 沒有出息了我轉行 我爸爸就說 其實你如果決定了要做這件事 那你應該要做好直到做到位置 而不是想什麼時候放棄 那一刻其實很老實說 那一口飯我都很勉強地吞下去 就是都有少少想哭 就是趕快爬完飯就回到房間 夢想在我心目中 其實是一個快樂的目的地 覺得人大了之後就會想 其實人生在世 匆匆數十載 有少少老套 但是真的會想 究竟我在人生活著是為什麼呢 其實到最後你會想 想一下其實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開心 那如果我做這件事 是令我開心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 那我的人生有意義和有價值 所以夢想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原動力 去令我去變得開心 我自己覺得現在現代女性 比較有條件去說做一些自己喜歡的 因為以前古代 其實你不能選擇自己的路 你是要做相夫教子的 我不喜歡但是我不能選擇 所有事情你要做得好的話 首先必先要對那件事有興趣和喜歡 而這個文學諾史其實就很代表到這件事 因為很老實說 我以前讀書都是那些書單字 但是我不是科科都那麼興趣的 基本上英文課那些 我一上課就睡覺 唯獨是有一課 永遠不會睡覺的 就是中國文學課 因為那時候就算幾晚睡都好 我會舉手跟阿sir說 不好意思 我很晚睡 我可不可以站在那上課 因為我不想自己睡著 我不想miss 當你很喜歡那件事 你自然就會投入 和會做得紅 所以我自己覺得 為何我今天會帶這本烤士來的原因 就是代表著 女性其實是可以選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去追逐她的夢想 《縱女尋他》講故事 現在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有得看了 同時還有香港賽馬會呈現系列 《縱女尋他》 南京博物院藏中國古代女性文物展 大家不要錯過了 《縱女尋我》